哦 哦 哦 这是啥呀这是干辣椒 但是它是潮湿的 为啥长毛了啊 哇这一块真的朋友们有毒气吗 哎 哈哈哈哈 在座有人见过过去年的冰箱吗 去过他家 我我没有 而且我后来听那个 传闻 他请朋友到他们家去过30分钟就烦了 就想把朋友轰走啊 是不是人呐 有没有责任感啊 这都是传闻 哎你朋友在开几道冰箱之前依然是猜一猜好了 我觉得里边得有酒 肯定那点有点好做我的脚棒 我们郭麒麟难道不配拥有一些高贵的食材吗 他不配 哈哈哈仔细想想看我这种 这种 这感觉 呃素食的意大利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好 这里有在若云的冰箱里也有的豆瓣酱保质期18个月生产日期2017年 拜托了 冰箱第3期 17年 扔了吧那要不要 现在扔吗 现在扔这是个断舍离的节目 是不是 让他 你不担心这冰箱会空吗 不担心 不担心啊 接下来黄豆酱24个月的保持期 生产日期 我找找看啊 2017年 让他 当然时间真掉啊 这种罐装的有可能是别人装的别的 因为经常有朋友给我投喂 他拿这个罐去装别的酱 他里头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东西 我打开闻闻闻 会有毒气吗 嘿 做了7的黄豆酱 哈哈哈哈 好热热热热热 那说明2017年是你一个购物的井喷漆啊 呃我是2017年自己出来住 啊 搬搬家那个 对搬家的时候乔钱之喜啊 非常开心很神奇的食材 用塑料袋装的 干辣椒吗 干辣椒但是它是潮湿的 为啥长毛了啊 发霉了已经 哇这一块真的朋友们 这块霉盆相当明显 去年有朋友上家来给我做饭的时候 买完之后我就顺手搁在冰箱里了 因为冰箱但是有点空 我觉得搁点红色会好看 所以它是一个剧景 对 你为什么不起一个阿姨就是 来家给你做饭呢 因为这个身体还是得顾啊 是这样的 我请阿姨吧 怎么算 因为我不是说这一个月每天都在家 而且呢 我也不一定每顿都想吃 对吧 你知道阿姨这不好算啊 你说是按顿结账 按天结账还是按月结账 这都不行 你是从小零花钱 爸爸给的特别少吗 你这很会打算 我小时候没有零花 你有没有发现外卖的米饭很少好吃的 我是基本在家自己蒸米饭 我外卖点菜 那你每天如果每天自己给自己蒸饭呢 还是很厉害的 不不我要自己一个人就不整了 他说的这蒸饭是请客的待遇 对对对对 你到他们家做客三十分钟 他给你一碗白米饭 辣椒 那个有朋友去家里给你做饭啊 送你那些酱 除了煮饭款待朋友 还有别的什么招待朋友的方式吗 朋友上家来邀请他看看电视 看电视 三十分钟看什么 这个三十分钟只是一个我内心的变化 就是你来三十分钟之后 我可能有的时候会萌生一些想法 比如说他怎么还不识趣 他怎么还不走 会暗示吗 打哈欠什么的洗杯子 喝完了吗 喝完了吗 扫地啊 没人来扫地 把椅子倒过来喝醋 把东西关上 把东西关上